怎麼給那個台灣的小哥 怎麼給他遞材料 怎麼給他錢 怎麼買飛粉 那來的目的呢 我認為他應該只是想來處理他飯店的一些財務商的事情 從頭到尾沒有人給我任何錢 想要丟錢給我的是你汪小飛 好嗎 我有說過嘛 就是有人想要就是用花錢 就是買公關 請我不要做爆料 甚至把他做一個正面的新聞 我說你要正面的新聞 我們可以跟拍沒問題 但是錢我覺得不會收 這錢不會收 其實我真的不想再幹這個區了 但是張蘭真的太過分了 王小飛 張蘭 你們一直很想要知道照片是誰拍的 爆料者是誰 好 我XXX告訴你 什麼時候人家就給戴上帽了 綠帽 完了以後怎麼編的 怎麼編劇 怎麼自編自導自演 怎麼給那個台灣的小哥 怎麼給他地材料 怎麼給他錢 怎麼買飛粉 過去其實汪小飛已經不是告訴我說 他要來台灣第一次了 在分別在八月跟九月的時候 他都有說要來 那來的目的呢 我認為啊 他應該只是想來處理他飯店的一些財務上的事情 那這對張蘭昨天這樣講你 你有什麼話要對張蘭說嗎 我跟他有什麼好講的啊 對啊 就 我就請他拿出證據嘛 我真的 他還好不住在台灣 因為我從來沒有告過人 我也不會去告人 但是他這樣的指控 我已經一再再而三的說了 我告訴你 從頭到尾沒有人給我任何錢 想要丟錢給我的是你汪小飛 好嗎 過去從以前到現在 說想要拿錢就解決的 透過旁邊關係人 早在去年的時候我就有收到電話了 我有說過嘛 就是有人想要就是用花錢 就是買公關 請我不要做爆料 甚至把他做一個正面的新聞 我說你要正面的新聞 我們可以跟牌沒問題 但這錢我覺得不會收 這錢不會收 但是後續他知道說我們手上握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想要透過關係人 告訴我說能不能 就是用其他方式解決 甚至他在訓誌上面告訴我 他能做什麼 叫我直接告訴他嘛 那我就覺得說 這也沒什麼好聊的 對啊 因為你都已經 發出去在微博上面了 說要對我提告 後來這些東西都只需污有 其實我都會只需污有這四個字啦 真的我是覺得說 你如果要考驗我們的證據的話 那我就是證明給你看 那這一次是因為 其實我真的不想再幹這個局了 但是當然真的太過分了 你加電費怎麼樣 不管我的事情 但是你扯到我說 我收了大S錢 後來就是他給我線索 那叫我去抹黑汪曉飛 你有什麼證據 你拿出一點證據 我就認 只要一點點就夠了 有任何的訊息 或是我同意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只要拿出來 我就認 你真正的外型 就是絕對 就是證據都已經確鑿了 這也不用再多說什麼東西了 那如果後續大家想要看後面 兩張畫面 或更多畫面的話 就歡迎來我直播 對 我一定會把它全部放出來 王曉飛 張蘭 你們一直很想要知道 照片是誰拍的 爆料者是誰 好 我直播告訴你 會不會 我直播 王曉飛 王曉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